太难了 他那场押冠主要是让马里奇专门的纯拦截 当个当火药 另外几个人在他的身体前 更多的感觉都是在参与进攻 这是个机会 乌塔卡被身拿住 给好的 打远端 机会 球进了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0分钟的时候 北京国安终于破门得分了 巴塔拉 连续第二场比赛 取得进球 应该是张希哲主攻的 这球啊 就是一系列前场的进攻 打得非常 这一下倒是穿乌塔卡的功劳 占了一大半 没错 因为乌塔卡这一下 背身拿住这球 传得漂亮 观察了一下 这贼啊 他是这个 把这个脚踝拧过来 突然往里一磕 正好传到这空档里边 而张希哲也没有贪攻 这球呢 直接传后脚的巴塔拉 位置更好 这个助攻 对于张希哲 本赛季的信心 也是一个提升 他 本赛季大家 感觉到张希哲 在场上的作用 因为他这个战位 被往边路推了很多之后 感觉他作用下降了 而这个进球 应该是让曼萨诺 非常高兴 这是典型的 把他的战术 要求打出来了 这就是最细腻的短传 而且是中路这种渗战